看起来好像都是外籍的 外籍有没有军牛症还是工作签证 巡弘员警拦下这台乡行车 仔细一看里面载的都是太极人士 而且身轻有异 立即呼叫警力资源 经过询问发现 这五人从民国111年9月开始 以观光名义分批来台 却逾期停留四处非法打工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南港分局 就装派出所远景日前执行勤务时 建议台乡行车行机可宜 经来查后发现车内五名乘客 均为预期停留的太极移工 滞留国内非法打工 全案训后已由移民署 台北市专行队收容 经查五名太极男子 以观光名义免签至台湾 自111年9月份开始分批来台 经由在台湾的同乡 介绍四处打工赚钱 竟负责驾车的本国籍 检信男子表示 受五名太极劳工所托 再送五人至桃园中立 警方在询问后 已经将五名移工送至移民署 台北市专行队收容 负责开车的检信司机也依违反 就业服务法 以请劳动部裁罚 警方呼吁民众切勿雇雇用 来路不明的外籍移工 为者依就业服务法处 四万以上 七十五万元以下罚还 五年内再犯者 更涉及刑事责任 最终将面临三年以下 有期徒刑 或者病科 一百二十万元以下罚金 记者张旗腾台北报道